王过拳皇九十七的玩家都知道,如果我们用日本队打败大蛇,而且是草剔精简的人头,那么在结局之后,还会有一场硬仗。 八神会乱入成为最后的挑战者,其他人物并不会有此待遇。 那么,在日本队打败大蛇之后,后面的剧情到底讲了些什么呢? 大蛇被打败之后,将日本队成员带入了虚无空间,在这里大蛇向草剔精说明了自己马上将会成年,但是在千百年之后,还会再次重灵,不知道那时候轮回的你还有没有抵抗我的实力。 草剔精以为大蛇存在于这个空间,叫他出来继续挑战,但是一道光影,直接将他们送回了城市。 心有余悸的三人回到了地面。 没错,他们在本世纪成功击败了大蛇。 而这或许是他们的最后一次组合。 大赛之后,三人选择了各自的奋斗目标,即使是黄金搭档,最终也不得不选择分道扬镳的命运。 二阶堂红丸,多年来都是日本队的千年老二,他深知短期内或许无法超越草剔精,于是他选择了出国,在国外参加了各种格斗大赛,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。 最终观众们遗忘了他曾经千年老二的绰号,成为了真正的第一。 大门武郎,重返柔道界,成为日本国家队的教练兼选手,一直在努力尝试,恢复柔道在国际上的地位。 而草剔精这边,则陷入了深深的沉思。 先是卢卡尔,后是巴结局和大蛇,未来还会面对什么样的对手呢? 或许,平静的生活只有那么一瞬间,在这之下就是波涛暗涌。 巴神突然到来。 草剔精,终于还是来了吗? 亚嘎尼。 巴神鞍,草剔精,你们打败了大蛇,这才是你的隐藏实力吗? 草剔精,一决胜负吧。 巴神鞍,劳资要你的命。 谁赢了在篇尾的时候,有一个特写,仅此而已。 最终,两人陷入了永无止境的战斗。 或许只有一个人倒下才会结束这场战斗吧? 喜欢街机时代的文章请点击关注, 粉丝都可以在第一时间查看这些内容。 小编的文章都是经过长时间整理和创作, 纯手工杂字,绝无水贴。 原创文章,谢绝转载。 日本队特殊结局。 红丸,还不错。 但是,没想到都这么久了。 精和? 精,什么? 红丸贤。 组四回出场。 红丸,和你组对啊。 都已经刺刺了。 精和? 急? 精,怎么? 突然变得和老头子一样。 红丸,捡口。 红丸,我说。 你那臭嘴就不能改改。 精,精,吵死了。 大门城,大门,适可而止。 红丸,乐。 红丸,拜拜。 这几年玩得很开心。 大,门,大门,嗯。 精,精,啊。 日镜日本代表比赛人活跃剑。 这一天之后,越来越难看到这三人代表日本队在比赛中大显身手了。 二,接唐红丸,金大会终了后日本出国。 世界各地格斗大会多数参加。 地剑活跃,比日本NO2忽者。 二,接唐红丸本次大会结束后离开日本,参加了许多世界各地的格斗大会。 由于他的优异表现,渐渐的没人在称呼,他为日本队NO2了。 大门武郎格斗大会深退,柔道界。 日本选手团监督兼选手日本柔道微信回复努。 大门武郎本届格斗大会后隐退,重回柔道界。 作为日本选手团的教练兼选手,为日本柔道恢复微信而努力。 以及,经,卢卡尔,八,结集,八结集。 大蛇,雀,的确,长间,过了好长一段时间。 来,来了啦,觉着,八神,做个两段吧,八神。 T-H-I-S-I-S-O-N-L-Y-T-H-E-B-I-G-G-I-N-I-N-G。 经,八神,现界,四护胜负,经,八神,差不多到极限了吧。 接下来就该分出胜负了。 安经,西根指,安,经,怎么可能? 我来让你断戏吧。 经绝着,八神。 经,做个两段吧,八神。 安死。 安,就用你的死来结束吧。 叫声,经,八神,和,宿命。 经,八神,为什么这么执着? 为了宿命。 安宿命。 笑。 前去,杀。 安,宿命。 别逗了。 只是我看你不顺眼,所以要杀你。 仅此而已。 经,经,是这样啊。 经,红毛,你来了。 八神,是啊,这么巧。 经,你来干嘛。 八神,刚接到举报,这里个没穿上衣的人,有损失容,我来处理一下。 经,哦,他被我杀了。 八神,你把他杀了。 只是没穿衣服而已,没必要杀了他吧。 经,怎么? 你不服。 八神,我草,这么蔑视我。 经,来啊,正好没过瘾呢。 别忘了。 感谢观看